兄弟们二饼子的ETF上了 第一天的交易量破亿 感觉还可以 但是有的人比较失望 因为价格没有明显的上升 可能就是韭菜机 真的像鲸鱼一样就五秒 大家不要忘记了 上一次大饼的ETF通过的时候 前两周它价格是下跌的 这里面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这个 庄家他也不想买高价的筹码 你明白我意思吗 如果价格拉得太高的话 他去接这个高位 对他来说 他的买入成本会比较高 还有一个就是换手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灰度手上 有很多大饼和二饼 对吧 这会出现一个换手的过程 前两周实际上就是 很多人因为灰度的手续费比较高 他就会赎回 那基本上是贝雷德那边 去接灰度这边的手上的大饼二饼 那这一次也一样 就大概率 头一周 这个买量交易量 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甚至是牛出会大于牛入 加上这样一种悲观的情绪 那些韭菜跟着 特别的着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稳定信心 不要慌 回顾下历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